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京多个商圈的大小礼品店 发现在他们那购买年货节礼 都能够提供出办公用品的发票 在南京新街口繁华路段 一家烟酒店门口的五粮液三个大字 非常引人注目 广告盘上还写着团购从优的字样 店内有各种档次的烟酒 老板说只要顾客有需要 就可以开具办公用品的发票 老板告诉记者 他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 开具不同名目的发票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湖南路 在一家以销售东北特产为主的商店 询问是否可以开具办公用品等发票时 老板说最近对发票管得很严 有点难度 但是如果单位团购买得多的话 可以开具 开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要给你们想办法 因为我们自己发票只能做食品 这点是只能做食品 但你能帮我想办法开吗 你要是拿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开具 除了可以开具办公用品发票 这些商店还表示可以送货上门 在南京中央路 同样是一家经营特产的商店 门口打出了单位团购的字样 老板说他们这里一般只接受单位团购 今天抓的紧 给你讲只是暗箱操作 不能是零的 你到我这来 你付信金 然后我就给你这个卡 给你卡以后 你送给谁 你拿到这个卡以后 来我就 这个卡我就给你 给你 你要什么东西拿 办公用品可以开吗 可以开 你要开办公用品 我也可以开办公用品 记者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各辖区的工商所以及国税部门 他们表示商店饭店开的发票种类 如果与消费者实际购买物品不符 就违反了发票管理办法 应该受到行政处罚 法律界人士认为 发票这样开 虽然礼品店没有逃税 但是涉嫌帮助消费者所在单位逃税 也属于违法行为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上个礼拜我们才报道过南京纪委通报了九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 并且20名党员干部也被点名道姓的通报 那我们今天报道的这条消息算不算是一封举报信呢 我看年前那些礼品销售很火爆的商家值得多去看一看 而最近这一段时间对购买办公用品积极性相当高的单位也有必要去查一查 这一段时间对购买办公用品购买办公用品购买办公用品购买了